可以 好 那我共用我的画面 那我们这所是疫情解封之一 然后新的话其实都还是在就是撈资料 不过我觉得比较就是其实早上午的时候 有一些新的参与者 有针对我们一开始没有撈到的国家 给一些就是说 他们对像是有PN 然后是针对说之前有在 现在有在荷兰留学 然后像是荷兰在地有一些群组跟粉专 是可能会有我们需要资料 那也有一些像是Reader 就是有伙伴是说 他们有在从各个解封指引的政策 先从新闻报道去绕相关的 那因为我们现在其实 这个资料库里面都是从政策里面的 直接去看公部门他们发放的政策 还缺乏媒体 所以如果或许我觉得这也是可以交流 就是会不会其实有一些媒体的报道 已经在整理说各个国家解封指引 他们后面的状态是什么 以及医疗跟疫情的状况 那今天的进度 还有几个新的进度就是 有修正了就是资料呈现的栏位 因为我们在想象的是 在过去整理这些疫情解封指引的 或是政策的那个资料 可以在新增发布时间 跟最新的更新时间 也方便我们去回顾说这一笔资料 也就是这个国家他们的政策 那个时候的医疗跟疫情状况 可能是疫苗覆盖率 或者是适合到解封是什么样的状态 然后做我们回顾参考 对 那其他的就是 也欢迎就是其他新朋友 如果对疫情相关 或者是解封警这个有兴趣的 我们有在Stack上面开设Reopen这个频道 欢迎大家来跟我们聊聊 大概是这样快速的介绍今天的成果 好谢谢静雯